gon泛 青春 終將草原 歲月 流逝如煙 身边风雨幻变 时空若今若显 你的爱还会在哪 我的心倒是脸 你的爱还会在哪 我的心倒是脸 笑容一夕可见 誓言一夜定见 大海也伴我捧 轻声带我飞翔 你的爱还会在哪 我的心倒是脸 你的爱还会在哪 我的心倒是脸 我感觉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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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走 走走 欸 跑路跑了 上課 拿到啊 上課給我 小雯 老家 小雯 你这房子不错 没看出来 你还挺有品味的 小雯 其实吧 这个房子 是我专门买给 你和方薇的 你说什么 走啊 你千万别着急 我说你看 你已经来我们青岛了 你一来了之后 那方薇肯定得经常来 他来了 你们俩得有个地方住 对不对 这是我小雯的一片心意 你一定要收下 别胡闹了 这房子我不能要 哎 小雯 这怎么是胡闹呢 你说 我 你看 我嘴笨 我 为什么不会说 反正这是我小鱼的一片心意 求求你了行吗 方薇 求求你了 你就说什么 我也不能要 小雯 你给你 走 坐下 这个 就你沙发了 走 不能 哎呀 哎呀 文哥 这是我哥给你买的 你就收下吧 你就说什么我也不要 那真不要 我收 哎 你起来 起来 这是干嘛 哎 文哥 那意思 你收下了 要不 算借给你还不行 你也知道 我和方薇明天就回北京了 但是房子不就空了吗 要不这样吧 我们去北京 住你呢 你来我们亲老 就住这 这总干行了吧 行 哥 你出了这么把个事 你咋还把你弄弄弄弄弄 现在就是天塌下来 也不能再淋累走 都怪咱们命不好 又不是那想服的命 不过好歹 这房子也算给责任 有了一个交代 法院的传票也收到了 该打该罚 现在也留不着我自己 明天把责任一送走啊 有个去法院自首 别啊 哥 听他们跟做梦 走 来 来 给你个片 一路片 走 替我们向小妹和我妈妈问好 我会的 那你们回去吧 你就是前小鱼吧 啊 我是啊 你声言诈骗和拒不到厅 被公安机关依法传讯 请给我们住一趟 小鱼 啊 你做什么了 作文 我没事 你走吧 我这出不了什么问题 小鱼 警察不是 他以后好好说去吧 没点 不 要不我去 我过去 哎 小三 啊 究竟是怎么回事 红哥 说呀 怎么回事啊 我 我们 我们永远给骗了 怎么骗的 小鱼哥 不知道听谁说 搞房地展 能赚大钱 所以 他就找一个台湾人合作 没想到 台湾人是个骗子 那个台湾人呢 我们找遍了青岛的所有旅馆跟餐店 那个骗子 连个影都找不着 喂 爸爸 是我 哦 哦 好吧 我知道了 那你得容我问问清楚是怎么回事吧 好吧 就这样 再见 我没有猜错的话 何子文很快会找上门来的 小小鱼 你老实点 我问你 你是不是实责软件公司的股东资金 乔小鱼 你好大的胆子啊 竟然给政府开工程指标 我看谁给他投了 我看谁给你 啊 谢谢 喝一碟水吧 谢谢 嗯 我可以这样吧 明天我先去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法律问题 不过现在问题的关键是 我们根本支付不起政府的这笔土地出让金呢 320万呢 所以我们一定也找到那个台湾人 可他如果真是个骗子的话 就一定会躲起来 不会那么轻易被找到的 文哥 你说会不会是杀鹰搞的鬼 不排除这个可能 文哥 我看这样吧 我先回去管我爸借点钱 咱们把小鱼救出来再说 好吧 那这样 我们就以公司的名义和你父亲借钱 待会呢 我就起草一个借款协议 你先回去和你父亲商量一下 好吧 那我先走了 嗯 路啊小心啊 再见 喂 卫生 这么晚找我有什么事 什么 好 我马上过去 爸爸 借你的钱 我们公司一定会还的 这个我绝对相信 不过你有没有想过 还有比借钱更好的办法呢 你们真是太卑鄙了 我并没有参与这个计划 我只是一个执行者 请你转告白英满 我不会让他如愿的 我绝对不会进入白石集团工作 小雯 我提醒你 要面对现实 现在只有白石集团出面 才能解救乔小语 否则后果 我想你应该明白 小鱼要是知道 也会赞成我这个决定 我不是 moje事 你解决一下 我只是想念你 我愿意 我愿意 我国人 有什么意义 我愿意 我愿意 你笑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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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愿意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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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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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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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